河北新首富 长城汽车市值超5800亿元 吹起了魏建军的财富泡沫 中国可能最容易受忽视的省份河北 如今又有了新首富 据福布斯全球实施中国富豪榜显示 截至9月底 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及其家族已近160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1030.26亿人民币的净资产 位列榜单第26位 第二 魏建军启动聚焦战略 集合长城所有的资源 专心做好一个品类 把哈佛H6打造成爆款产品 价格又低 特质又全 几乎让它在同级别SUV领域有对手 2020年开始 新能源汽车对传统汽车公司的冲击达到高潮 国际汽车巨头三菱与日产 非亚特克莱斯乐与PSA合并求生 A股汽车公司华晨 猎豹 力帆 华泰相继破产重组